第二次教理之争,成为双重预定论之争,是由一位叫哥特·萨克的修道士所引起的。 哥特·萨克,出生于德国的萨克森地区,他的父母在他还是婴儿的时候就把他献给黑森地区的福尔达修道院做修道士,所以哥特·萨克从小就一直接受着修道士的训练。 约822年,大神学家毛茹斯任福尔达修道院院长,哥特·萨克当时约在十四五岁左右。 虽然哥特·萨克秉承父母的意志在修道院长大,但是年轻好动的哥特·萨克的心头,却萌动着青春期的反叛情绪,他无法忍受修道院那青灯黄卷般的孤寂生活, 于是向新任院长毛茹斯,提出还俗的迫切申请。 毛茹斯接到请辞申请后极为生气,也为这个乳秀未干的毛头小伙居然不领修道院的多年培育之情,自己才刚当院长几天,他就给出难题想申请开溜。 秀道院院归森严,难道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 毛茹斯大笔一挥,批示不准,并命令修院长老们,对哥特·萨克特意严加管束。 哥特·萨克的胳膊当然拧不过毛茹斯的大腿,毛茹斯不批,他就不能还俗,如果私自处理,任何人把他抓住后都可以把他遣送回来,而且都会受极可怕的惩处。 哥特·萨克不死心,又跟毛茹斯力争多年,仍然不得批准。 哥特·萨克虽然对毛茹斯怀愿在心,但他也无计可施,只能悲叹自己无权选择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命运似乎只能操纵在父母这个家庭权威和修院这个组织权威之下。 无奈忽,哥特·萨克只有硬着头皮继续在修院撑下去。 既然不能离开修院,长老们又眼睛睁得老大的盯住自己,哥特·萨克索性放下还俗的指望,以门心思地刻苦专攻学业来。 829年,哥特·萨克跟着毛茹斯赴德国地区的美因慈参加主教会议,趁机向会议提出申诉,说毛茹斯一直在借着各种机会整他压迫的,他要寻求大家支持他离开福尔达修导院。 哥特·萨克的陈词得到不少人的同情,毛茹斯在这种压力之下,只得被迫答应让哥特·萨克离开。 从此,哥特·萨克与毛茹斯的私人关系恶化成水火不能相容的地步。 哥特·萨克得到自由以后,决定不再回德国,他首先前往法国的科尔比修导院,在那里遇见了前面介绍过的反对圣餐画质说的神学家拉特·兰努,两人结为好友。 随后,哥特·萨克又投奔隶属苏瓦松教区的奥尔拜修导院定居下来,在这里,他对奥古斯丁的神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潜心沿袭。 奥古斯丁的神学体系非常庞大复杂,其中有讲到一种预定论,就是说上帝施恩于他所拣选的人,这在上帝的救赎计划中早已预定好的,神预定他所要的,有受永行者和得永生者两种人,每一种人的数目,神都预定好了。 奥古斯丁还特别写了一本叫《论圣徒预定的书》宣告自己的预定论思想。 当哥特·沙克读到奥古斯丁的《预定论》时,他联想到自己被别人操纵的身世和遭遇,似乎感到自己的命运也已是天生预定的,不由激动的热泪盈眶,对预定论的观点感同身受,大表在上。 于是开始大力提倡一种双重预定论,上帝预定人得胜,也预定人受死。 也就是说,上帝有自己的预定计划,在计划中,他预定某些人可以得救,也预定某些人必定灭亡。 为宣传此说,哥特·沙克又是写书,又是演讲,在德国和法国都赢得一些好评和支持者。 但是,不知道是出于神学观点上的分歧,还是出于私人关系的交恶,毛如斯坚决反对哥特·沙克的双重预定论,并数次试图在几次主教会议上定哥特·沙克宣讲异端的罪名。 840年,哥特·沙克离开法国前往意大利讲学,他在那里一待就是八年,得到更多的支持者,结交了许多教会和修道院的领袖人物。 848年,毛如斯当选德国美因慈教区大主教,他借着自己大主教的声望和诠释,写了两封书信给意大利教会和修道院,以极其激烈的言辞攻击哥特·沙克及其学说,并敦请意大利教会方面驱逐哥特·沙克,并命令哥特·沙克返回德国接受教会的信仰调查。 意大利教会界的朋友们虽然心里欢迎哥特·沙克继续留下,但鉴于维护意大利和德国教会间的良好关系,加持哥特·沙克在名义上仍属于德国教会,于是只能客气地请哥特·沙克离开意大利,并建议他返回德国接受德国教会的审查。 哥特·沙克一边写信给所有的教会朋友为自己的双重预定论申辩,一边动身返回德国,以示自己不怕德国教会当局的审查。 848年10月,在德国召开了一次美因慈教区主教会议,大会由大主教毛如斯主持。 哥特·沙克来到大会,向大会递交了一份申辩书,先做了自己的信仰表白,然后竭力反驳毛如斯家在他身上的一切罪状。 毛如斯大持哥特·沙克狡辩,大行其大主教的权威,最终给哥特·沙克安上了异端的罪名,还命手下殴打哥特·沙克,并逼他发誓在有生之年不再跨进德国境内半步。 之后,会议决议将哥特·沙克的书信全部焚烧,将哥特·沙克本人押解离开德国,将他送往双重预定论的起源地法国奥尔拜修道院,交给毛如斯的同级好友,法国的兰斯大主教,辛克·马尔处置。 辛克·马尔多次劝导哥特·沙克放弃他的双重预定论,写毁罪书向毛如斯忏悔,请求毛如斯的谅解和赦免。 可是,受到迫害和羞辱的哥特·沙克就是不肯低头,坚持自己的主张,不断写信给德国和法国的教界领袖, 还有意大利的教皇,甚至是法国的法兰克皇帝秃头查理,要求他们出面为自己平反昭血。 他的呼求得到神学家拉特·兰努等人的响应,但是他们都比不过当时西欧的三大神学家那样的声望和诠释。 三大神学家中,爱刘根那置身于争论之外,不想加入这场争论风波。 另二位呢,毛如斯是掌管德国教区的大主教,辛克·马尔是掌管法国教区的大主教, 这两人连起手来痛打哥特·沙克,哥特·沙克想平反,想鲜于翻身,真是比登天还难。 但是,哥特·沙克就是顽固不化,坚持己见,辛克·马尔眼见他死不改悔,不肯妥协,也是极为光火,下令对哥特·沙克事已鞭打,并将他关进奥特维莱尔修道院囚禁。 一直到了约863年,在意大利的教皇尼格拉一世出面干预,赵辛克·马尔到法国东北部洛林地区的梅斯开会, 意图解决哥特·沙克的问题和关于双重预定论的争论。 但辛克·马尔根本没来参加会议,只是敷衍说,哥特·沙克可以去梅斯巷教皇身边。 不过,在囚禁中的哥特·沙克此时已经深染重科,无法成形,失去了一次可能翻身的机会。 哥特·沙克真的是病重了,辛克·马尔告诉他,除非他公开认错悔罪, 不然他死了享受不到应有的胜利,也不得埋入教会的目的。 但哥特·沙克仍然不屈不挠,死战到底。 约866年10月,哥特·沙克在法国去世,这场双重预定论的争论也因而不了了之。 其实,双重预定论后来一直是神学家们所争论的话题。 直至16世纪,法国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兼大神学家约翰·加尔文, 才又将双重预定论加以发展和阐明,形成现今一些基督教新教宗派所赞同的救赎预定论。 这些当然都是后话了,等后面讲到加尔文时我们还会提到。 。 Serói 加尔文,法国伟大神学家。 この状况是谁,也在结论下地人的育划底部。 我绝对成能力的保育者和尔文是有一定的重疑。 那还是对的。